中国大陆的缺工 我们已经focus超过一个月 从春节前有很多产业预防性缺工 那么到春节过后 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入三月 整个缺工变成了全中国普遍的缺工潮 各地拼命地办春季招聘会 给出的月薪越来越高 但是依旧是找工作的人 跟市场需要的人没有办法对接 中国的跨境电商 现在要找有特殊与种的人才 第一年的年薪给到人民币15万 算是非常不错 而青年的失业率却持续攀升 去年12月青年失业率的计算法改了 他们剔除了在校生超过6000万人 但是所谓的青年失业率还是双位数字 中国大陆的缺工跟失业并存的矛盾 将会在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 那个季节特别凸显 因为今年的毕业生人数 再写下中国的历史新高 去年杭州举办亚运的主场馆 现在拿来运用 变成当地春季招聘会的场地 上百家企业参与找人才 规模大概500人左右 还是可能更倾向于理工类专业的同学 杭州市电商行业大本营 在另一场校园招聘会里 300多家企业有4成都是要找相关人才 其中发展最好的跨境电商 拥有特殊鱼种的求职者最受青睐 我们对于小鱼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 今年的话春招的话 我们预计招聘的一个校招人数 大概是会在100人左右 那其中小鱼种的话 大概能够在20到30这样的一个人数占比 在这场校园招聘会中 有特殊鱼种人才 开出第一年年薪 就能达到人民币12万到15万的诱卧条件 我们现在心心想要开发的一些南面的国家 他们会使用西语啊 补语会比较多一些 除了薪资 离家到大城市求职 居住成本也是考量之一 杭州把举办亚运时打造的媒体村 改造成人才公寓 有3700多个房源 针对高度需求人才 租金最多达到四折 春节过后 大陆果真如市场担忧的 出现缺工潮 各地各企业抢人 薪资福利不在话下 除了还是研发设计销售 还后端的为主 最高的一个待遇应该已经到年纪到40万以上了 大陆提倡制造业转型 在智慧化数位化趋势下 工厂最缺的就是技术性人才 像是江苏的汽车零件厂 转型升级后 工程师严重不足 明明工作开出的薪资 福利都不算低 但就是找不到人 这就是大陆缺工与失业并存的矛盾 在今年北京两会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工作报告中 再度被强调凸显出来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加大促就业专项政策力度 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 扎实做好退役金人 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工作 大陆去年城镇失业率 平均为5.2% 当中一度不再公布的 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 去年12月再有数据统计出来 即便用了新的计算方式 剔除6200万在校生 青年失业率依旧达到两位数 是14.9% 你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就业形势 是怎么样 太卷了 就是压力很大吗 我会多少简单 挺多的 得几十分吧 大部分的同学都在考年 毕业生的理想工作 和市场需求不符 有高薪职业 也不见得年轻人愿意投入 像是今年使生肖龙年 家政工中的月扫需求 特别旺盛 月扫抢手 薪资跟着涨 在深圳 普通月扫月薪达到人民币1.3万 拥有超过五年经验的金牌月扫 月薪至少人民币2万 但雇主付得出薪水还不一定能抢得到人 比去年应该增长了30%到50%左右 那么现在订单基本上都已经订得差不多了 大陆今年会有超过1170万大学毕业生 创新钩 就业供需失衡 短时间内似乎没有解决良方 整体社会经济势必受到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